俄羅斯和烏克蘭是世界主要油菜籽供應國 並且生產全球一半以上的葵花油 但自從兩國在2月底爆發戰爭 烏克蘭葵花油出口急劇下降 造成歐洲許多國家食物及食用油價上漲 除了食用油身為世界第四大糧食出口國的烏克蘭 重要海港被俄羅斯封鎖 只能先以陸路輾轉透過臨近波蘭 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將糧食作物運出 但目前仍有2000萬噸糧食要趕在三個月內運送出口 事實上國內小麥有60%由俄羅斯和烏克蘭進口的非洲國家肯亞 早已受到戰爭衝擊 國內產能無法滿足需求 提高產能所需要的農業機械用燃料 農作物肥料價格飆漲 農民根本無力負擔 在俄羅斯境內 經濟狀況也出現警訊 4月份的通貨膨脹率高達17.83% 是20年來的新高 持續將近三個月的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 不只兩國受到戰火影響 全球糧食供應也受到衝擊 直接承受苦果的各國人民 接下來要如何填飽肚子 恐怕才是當前的一大難題 原始新聞讀戲蕭榮編譯